小年夜这一天 副总统赖清德展开了春节续勉 前往海巡署分队 亲自未免同仁的辛劳 而蔡总统依照网历发表了新春谈话 这也是她八年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蔡总统特别感谢国人这八年来的努力 并且强调台湾会继续的走向世界 新年平安 新年平安 新年永逝 新年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 to all 分别用中文、英文、台语、客语和马祖敏东语 向国人拜年 在小年夜这天 总统蔡英文依循惯例 发表春节谈话 这次是我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八年任期的最后一次农历新年谈话 我要感谢所有的国人同胞 过去八年的共同努力 对内感谢国人努力 对外要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 而在同一天 副总统赖清德展开春节续勉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威脸 而且看到的是鱼头不是鸡头 拿饭桌上的砂锅鱼头来说笑 赖副总统看起来心情不错 这顿总统级的团圆饭 就在新北淡水的海巡署 第二海巡队 现在还在澎湖外海 我看你们这个 对我看那个刘舰长跟各位弟兄都摇来放去的 就知道你们的辛苦 透过视讯镜头 汉正在海上知情的宜兰舰和嘉义舰上的同仁 献上拜年 现场更邀请一位神秘来宾 正是去年在海上突然高血压发作 接受海巡千里送药的船长 特别到场表达感谢 小年夜这天 蔡总统和赖副总统 分别用不同的方式 向国人祝贺新春